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讲在这么多时间里 就像很多朋友答复的说 哎呀终于是引渡他了 应该讲从正常的引渡的角度来讲 美国不会拿这个问题开玩笑 是他提出来的要求 作为加拿大只是执行了 就是对朋友的承诺要兑现 这是一个在国际法当中 一个正常的过程 一个正常的礼仪 所以作为美国来讲 当提出这种要求 反而他不去引渡的话 这个笑话闹大了 这就变成了中国大陆共产党的做法 这不可能 就是食言的概念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和过程 那他唯一的看点就是 他什么时间 他什么时间启动引渡 他什么时间有个说法 所以时间在一个在这个有关他提出引渡的问题上呢 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故事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一个问题 所以时间是个神在整个过程中 我节目中强调的非常的非常的多 朋友们已经听到耳朵都长蒋子了 但是呢 几乎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质疑 说这事出的 就出到这份上了 一点招都没有 一点都 一点 一点概念 就说 他就这么回事 你说怎么着吧 就像我节目中 我其实我提 提到时间的概念 神的概念 提到定数的概念 我昨天有句抬杠的话 你再有钱 你能不能超过孟晚舟任正非 你再有钱 有人说 马云超我是 这话就等于没用 你这么说就等于没用 作为绝大绝大多数人 你能否挣到孟晚舟跟任正非的水平 第一个 第二个 你有你的市途 你有你的发展 你说我不一定是挣钱 而是在我的能力上 在我的个人兴趣爱好上 在我的真正市途的奔放上 也不能说叫个人市途的爱好 就是说 在这种个人市途的奔放上 有几个能做到孟晚舟 孟晚舟今年47岁 有几个能做到孟晚舟 八年前 他成为了 2011年 他是这个华为的CFO 八年前 今年47岁 那39岁的时候 39岁的时候 38岁 39岁的时候 他是CFO 18万人 每年的资金的流动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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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他的他的进项 流水啊 800亿当年就是700亿800亿美金 有几个能做到他这份上 算成你市途的成功 这个市途的概念就大了 就是我们今天所有想在市途上 有所奔放 有所成功的朋友 都在其中 我相信没有几个 对不对 对比权力 谁比习近平权力大 谁能像习近平这样拥有权力 没几个 习近平作为是不是这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都可以在评价中 都可以在比较中 没错 那有几个妇女之间 能像任正非跟孟晚舟这样 有着离异 痛苦的家庭 却有 却是呢 妇女在在经营一个公司的时候 却有了这样辉煌的结果 我估计你现在数不出来 对吧 我估计数不出来 那好了 任正非 孟晚舟 任正非 习近平 有钱的 有权的 有势力的 有势除的 梦想成功的 都在他们身上 你可以找到答案 但今天 在命运的 时代的 时间的背景之下 他舍在了现在 这是事实 习近平从2019年以来 从他2018年宣誓以来 他没有一件事情做成的 他他所做的任何事情 一定向客观结果 向他反方向 他这头有多大力 对方打给他多大力 乃至到了2019年 从他的新年贺词到他的对台湾同胞术 2号的对台湾同胞术 今天22号 20天前 他彻底 他在任何一方面努力 都可以彻底的让他 强横打击的那一面 全面认识中共 就是剔除中间 铲除了中间 任何的模糊地带 都是对中共而言 你是反对他 拒绝他 你还是接受他 没有第三条路 没有任何模糊的概念 没有人能做到 习近平做到 习近平做到 而他却在这个过程中 被感失落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作被感失落 但他充满了无可奈何 我相信这是事实 对吧 那孟晚舟跟任正非 任正非被逼的连续见记者 见了他过去十年 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记者 说了过去十年 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有关他过苦日子 那一封电子邮件 被披露出来 过苦日子 要把那种叫什么 低庸的 低庸 庸俗的 笨拙的员工 开除掉那个 那个电邮叫007 法国媒体是真爆 那个电邮叫007 因为那份电邮 揭示了他在对外讲话中的 一切高调和侃侃而堂的虚假 是他自己发的 是他自己发的 而孟晚舟的今天 完全是被掌控在别人手里 无可奈何的手里 对不对 而所有今天 中共围绕着孟晚舟的一切 所有都能够透显出 华为在进行生死过程 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机会 他今天是被逼到死路上 被逼到死路上 那结果时间呢 显现出来的 我以为从时间点上显现 就非常有趣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颜色调的怎么都是 这脸 脸很红 脸很红 怎么调 就是这个颜色 颜色 那就这么着了 我们尽可能说了 结果同样在21号 出了另外一件事情 神韵艺术团在这个 神韵艺术团一共有六个团 在世界各地在巡演 欧洲 亚洲 澳洲 欧洲 亚洲 澳洲 北美 北美就是在现在 他几个团在北美演出 结果听一位朋友 今天告诉我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是昨天看到 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不是 我不能确定 但他看到 我没有戏追 他是不是昨天看到 但我可以查到 就是昨天有没有演出 这个我们可以查到 所以他没有 他就是一个 就是他跟我阐述了发生的事情 在纽约 林肯中心 去了一对 去了一家里面两个人 我别说太细 导致朋友们去猜 我不是我亲眼看到 是我的朋友看到 他当时在现场 在剧场里 那我相信周围很多人看到 去了 去 这个人是 这个人呢 什么级别呢 是美国曾经的 顶级的国家领导人 级 顶级的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我们不说细节啊 因为人家没接受采访 没接受公开媒体采访 那这种公共的事情 我们就谨慎 另外一个谨慎的原因呢 是因为人家名头太大 全世界都知道他 全世界都知道他 他也曾经进入了 全世界的权力的 排行榜的最前列 他跟他的家人 是一家的人去看 看了演出 这个呢 在现场应该是相当轰动了 因为在现场的剧场里面的人 美国人没有不认识他的 没有不知道他的 那他的新闻可以上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 可以上CNN的头版头条 CNN或者CBN的 CBN的可以做六小时的专题节目 那我相信包括这个安德森 CNN的头牌 头牌主持人 要想要想去采访他的话 我估计 我估计也得直接 只能找 顶多找到他的公关秘书 这么个人 去看演出 去看演出 跟家里的人 那朋友跟我说 挺吃惊的 但就说 涛哥你说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理解 这个纯粹是我个人的理解 就这个时辰 就这个时候到了 当今如此叱咤风云的 在美国社会的权力士人物 他向神运低头 就这么回事 他向神运低头 他是纯纯正正的美国人 来自东方的传统的文化 来自于在今天中共政权 以竭尽权力进行打压的 一个真正的人的传统的 展现着五千年文明的那种 你可以叫人在觉醒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就像last minute 就像last call last call呢就是 你吃吃饭你 你上外头吃 人家要现实的话 跟人家说last call啊 你最后再点什么菜 last call 这个拍卖就last call 后面没机会 我以为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那因为他自身的影响力 他的身份 和他的本身的这种概念 他有很强烈 极其强烈的自我 极其强烈的自我 那在因为原来我报新闻 也原来有报过他的新闻 但不多很少 这样的人敢去趋价 就说就讲趋价 去自己买票 自己看演出 自己买的票 神明不送票 哦 自己买票自己看演出 这就是今天的概念 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回归的路 我讲了半天 七的定处 我一再跟大家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二十一号去的 我可以查一下 下面节目 如果神 因为我跟朋友确证一下 就是了 如果二十一号去的话 那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就是说谁都跑不出定数中 而这个定数是旧的 这个定数是旧的 是一个过程 我听过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知道旧的定数 如果结束的话 在这个犹太人的概念中 在犹太人的概念中 他相信弥撒亚还没有来 将要来 2018年8月20几号 在在耶路撒冷出生了一个小红牛 小红母牛 身上一根杂毛都没有 他确认是这样 是红色的 那这是在在犹太人的传说中说 这是弥撒亚要来的标志 也就是圣殿 第三次重建圣殿的标志 那在中国的东西 在中国呢 佛家里呢 我们讲原始七佛 这都不用说了 包括释迦牟尼佛 未来佛是弥勒 对吧 未来佛是弥勒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次想起来 大概不久前 有一个周末我自己进山里去了 进山里早晨呢 因为修炼的人都要 师父教给的功法 你要练了 而这种真正传统的功法 都有口诀的 有口诀的 只能叫口诀了 这种口诀 有着他背后的生命含义 有着他背后的生命含义 其实你看一看 金庸的很多书里面 有过描绘 就是一些人在他的修行中 师父教给他一些口诀 秘诀吧 这么讲 那我自己在练 师父教的功法中 就第一套 因为一共 我功法 我们修炼的功法 有五套动功 一套静功 在念第一套的时候 那口诀就听着口诀 师父喊口号 弥勒 弥勒 弥勒佛的弥勒 弥勒陈妖 如来下走 长止千苦 所以当时我 弥勒陈妖 跟大家分 就是说 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我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意识到 里面包含的更深的含义 那天 当我开始练 弥勒陈妖 如来下走 长止乾坤 金猴分身 双龙下海 菩萨福莲 罗汉悲山 金刚排山 这是修炼中 第一套的功法的口诀 当时我又意识到 人们所知道的佛家里面 包括护法 我纯属个人理解 这个纯属个人理解 你可完全就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没有任何人告知 有物不算错 这是自己师父明确讲过的 有物不算错的 不算错的 师父领进门 这里头大了 修行靠个人 你找哪条路 你有时候对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这么分享 所以当时我意识到 那双龙跟金猴就是互法 但如来 弥勒如来 那是佛 那是佛 我们通常说的如来佛 你看看西游记 如来佛是讲的 在这个 西游记里明确就这么讲 如来佛说 如来说 我有三藏真经 谁去帮我找那个 接经的人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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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法的人 那时候菩萨 观世音菩萨站出来 那就是 那就是如来佛 如来佛 其实就是 如果人的话叫释迦 释迦牟尼 所以那在他上面 上面是什么 弥勒 那是未来佛 所以让我相当感触 修炼二十周年 从来没有意识了 我也根本就没那概念 所以悟性很差 也悟的不一定对 那也就变成了 旧的东西是个结束 旧的东西是个结束 没了 对不对 没了 那二十一号这天呢 当这个孟晚舟 在讲出被引渡的时候 就是美国将要引渡的时候 那习近平在国内呢 突然召开会议 防止黑天鹅和灰犀牛 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 他知道不是否被通知了 孟晚舟 美国已经正式提出要求 要引渡孟晚舟 当时的时间是 北京时间二十二号的上午 那美国东部时间 是二十一号的晚上 十点钟 黑天鹅的说法 在高级 在高层会议上 就经济问题发出警告 向高级官员表示 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 也要防范灰犀牛 黑天鹅是原有的 灰犀牛的力度超过黑天鹅 恰恰我们知道 孟晚舟任正非 在有关他创建华为的过程中 他一直养着黑天鹅 但是孟晚舟在去年 搬了把这个华为的总部搬家了 新买了块地方 他就没用黑天鹅 我们报道过这件事情 他没用黑天鹅 破了华为的风水 华为就出事了 他不用父亲的黑天鹅 也表现出孟晚舟与父亲之间 在内在的生命情感上 有着相当冲突的成分 而孟晚舟 而任正非在接受 最近接受连续采访时 在描述跟女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明显的表现出中间有相当的距离 这是华尔街报道 华尔街报道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向高级官员表示 经济放缓必须保持 在新华社讲 在讲话中 在一次讲话中 告诉中共高级官员 要采取行动降低经济风险 然后数据显示 是几十年来最低的水平 在8964之后 出现的最低的水平 而它的概念就是 防止放缓 引发内乱 避免8964事件再次发生 他在报道中直接讲述 8964可能会再次出现 那如果8964是灰犀 是这个黑天鹅的话 类似了 这种水平 那灰犀牛呢 就是苏共的 当年苏共的崩溃 东欧的解体 共产党阵营的解体 那现在他承认是类似了 华尔街日报讲的非常的简单 但法国媒体就没这么简单了 法国媒体就 法广就讲的很确切了 确保政治安全 不是国家安全 不是人民安全 不是国家财产安全 是政治安全 什么意思 共产党安全 对吧 政治安全就是共产党安全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在同时间习近平承认 中共已经完全受到威胁 坚决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 确保我国政治安全 不就是确保共产党不下台 这没什么没什么可讲 开班式上讲述了上述的话 这些人都在 他没有时间呢 他就是不知道是不是21号 那我们查过之后 我们在节目的下面 跟大家分享 如果是21号的话 就很有意思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出席 李克强主持 那李克强主持 习近平在 李克强 栗战书 习近平 这是在中共权力当中的 在把共产党含在其中的 最高的三个领导 最高的三个领导 党要举行开班仪式 十几个省 延后举行地方大会 这是很奇怪的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为什么把这段时间空开了 18号到24号 那现在他发生的 却是一份警告 他在21号里面 发出的中共政权 可能遭遇黑天鹅 或灰犀牛式的 这种瞬间崩溃的大事件 而他的概念呢 是省级官员的 叫开班仪式场 我不知道什么叫 省级开班仪式 它是什么会议 那很显然 它是在中央层面 就是中共最高权力层面 对地方官员的 一种培训 一种警示 一种什么 而下面这句话很特别 强调科技建设 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科技领域安全 科技领域安全 华为 对不对 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是他的原话 加快科技安全 预警监测体系建设 所以这个是谁干的 华为为代表的 华为中心 任何网络监控系统 我们看到的 所有的这种 对内的 就是在计算机 在你手机里面 所安放的任何监控系统 在外的 在大街上 在任何一个角度中 我们看到监控系统 都叫科技安全 预警监测体系建设 对吧 那他就是习近平 把整个共产党 跟所有人对立起来 他自己的概念 是完全对立的 所以在这个 在强调这部分的时候 这是真正真正 华为的实质 华为这类公司的实质 围绕人工智能 基因编辑 21号同时发生的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婴儿 对不对 他自己明细 明确提到了基因编辑 而基因编辑婴儿 里面有一个女人怀孕 大概12个月 12周到18周 12周呢 12周到 这就是三个月了 到18周 18周 18周四个周 就是四个月吧 没让他流产 因为我一定提醒大家 没让他流产 没把那孩子废掉 所以很明确的 中共政权 拿走了所有资料 在基因编辑婴儿问题上 造人的问题上 要在他的基础上 以 请国家之力进行发展 这样的讲话的公布 将直接带来神的力量摧毁他 人工智能跟基因编辑 是放在一起的 医疗诊断 这是一部分 人工智能 基因编辑 医疗诊断 造出 非正常人类的生命 造出 非正常人类的生命 如果他把人的基因改变 人的基因上 加上人工智能的东西 这不就跟外星人一样了吗 而在相关的 相关的概念中 这个生命 必须要受到 人的医疗 医疗护理 医疗概念离切 这是在确保 国家安全当中 他要建立的完整体系 这就是中国制造 2025 几个月前 我跟大家提醒过 准确的说 2018年 8月29日 9号 28号 29号 29号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什么叫 中国制造2025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以为从那天开始 瞠目结舌的2018 才真正展现出来 我们现在看过来 回头看看 就是那个 人工智能 你不愿把它叫做外星人 没关系 但今天的习近平的 以前面三样的 做法的概念 是大规模 用共产党的力量 跟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类似外星人的力量 结合在一起 改造人类 创造出 隶属于 中共 习近平 控制的 新人类 新生命 这可不是开玩笑 创造新人类 新生命 新人类 新生命 在自动驾驶 无人飞机 服务机器人的领域里面 在驾驭这一切 人成为巨大的奴隶 在新疆被抓的 劳改营里面的一些人 已经被发配到江苏和江西 进入一些被他们这种监管下的工厂里面 进行工作 生产产品 我也跟大家讲 降低 劳动费用 大打出口之战 时间的原因 我没办法跟大家报 但那是完全真实的 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 法律已经完全成 法律是完全成为他手里的工具 当这个领域完全进行立法工作 是什么意思 他以国家的名义 习近平共产党以国家的名义 垄断整个这个行业 里面没有任何私人公司 所以这里面的关键 这里面的描述 同样透显出任正非的谎话 任正非的谎话 华为是完全隶属于中共的 任正非就是个傀儡 任正非就是个傀儡 那他的女儿对父亲一定有着不太接受的 内在相当抗拒的心态 所以他父亲要黑天鹅 我就不要黑天鹅 这是一个女人 女人面对自己的母亲 被自己的父亲抛弃了 现在竟然娶了一个女人 比我还小十几岁 我这是个什么爹 这是个什么爹 在今天的社会中 在今天的女权的社会中 在今天女人走向巅峰 走向任何一个领域的社会中 在一个孟晚舟已经在华为的环境中 她从最底层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过程中 从这个角度上说 孟晚舟当初在华为的最底层 有着很大可能有她自己的选项 她对父亲内在的那一份女人的恨 十有八九 很多朋友看我节目的是女性的朋友 你想你能想一想 我们不是真的 你设想一下这种事情 你就能知道我刚才说的描述 所以这一段是相当有力度的 这是相当有力度 我以为这就是她说的 她在真正营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防止遭遇化铁路 所以才说这个 大家要明白 她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集中了几百个全国省部级所有高官 到了北京开会 开的是这个会 开的是生命绝世 就是说共产党生死攸关之大会 而这生死攸关的时间点 它的代表性落在华为身上 面对 面对 诡异的 诡异的国际形势 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 兼具繁重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 改革发展都扯了 稳定任务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高度警惕黑天鹅也要防范灰犀牛 这话都是话里有话了 黑天鹅已经不仅仅是 在这样的话中 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那灰犀牛也不是一个公司 突然崩溃的问题 不是 这是一个整个社会崩溃的问题 整个社会崩溃的问题 黑天鹅 共产党可能还存在 那灰犀牛可能就全完蛋了 完全崩盘了 没有了 不存在了 所以这是上下对应的 黑天鹅不可预测的危机 灰犀牛则是预计将出现 但又被广泛忽视的困境 这是他的解释 习近平腰持各级党委政府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你看 他一切都是安全 所以他在21号 如果是正在21号开了这个会 他在21号正式提出 共产党生死攸关之战 可以这么说 他发出了共产党生死攸关之战 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加大舆论引导力度 推进依法之网 网络会死 网络他就讲 黑天鹅也好 灰犀牛也好 网络真相的传递 是致共产党于死地 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 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三观 我搞明白了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理论制度 文化自信 确保成为社会 这都瞎掰了 这是一个片长话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背景背书的话 刚才那段话关键 要求对国家在海外的利益 有着更好的保障 这是对华为的答复 所以这个会议的概念就是 习近平间接的表明 对华为的打击 对华为的打击 就是对中共 就是中共生死攸关的 决死战 引渡的时间在同一时间 他讲话的是在同一天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如果是在同一天 就是七的比较 他死了 他也永远往死路上走 把共产党整体往死路上带 而客观的环境 整个封杀他 所以这是一个灰犀牛 他根本不顾及任何客观环境 告台湾同胞书 是不是不顾及任何客观环境 14号宣布加拿大白人死刑 是不是不顾及周围的环境 广泛存在 但他没有能力看到 因为他只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情人眼里出息事 是类似的 非常类似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 这是展现自己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我们要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的安全 他承认了华为 这里面这是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是什么 5G 海外人机构安全 孟晚舟 这是代表性 完善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体系 坚决维护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改革开放稳定 营造良好的 这都瞎掰 一带一路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而一带一路 确实他按照主权来做 他的人 他的东西一切都 他给把那地方圈起来 而一带一路的本身 完全开始遭到致命性打击 所以 上面他 他把华为的概念 超过了一带一路 海外重大项目就是5G 所以 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可以想象的出来 为什么华为现在拼命在退5G 拼了命的在退5G 中央电视台 在配合他说 今年的夏天 5G的license 许可证 将往下发 而在此之前 香港已经发了许可证 已经宣布在7月份 发放5G的许可证 而中共明确讲说 是中国通讯中通 还是哪通 说进行5G的通话 今年的春 春晚 要用5G 这是他自己说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海外重大项目 开班式的演讲 吻合早前在 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甚至惊涛骇浪 下拜了 陈道银副教授 上海政法的 南华早报 第一时间讲 在经过去年的挑战之后 显然成为这次开班式的焦点 19大上对外宣传超强的形象 而国家的信心 去年从高处下落到低点 这都无所谓了 19大宣誓 中国模式 中国智慧 作为解决多个方案 但贸易战已经凸显得不一样 中共需要团结各界力量 对即将举行三月两会奠定技术 这根本不是这个 不是 开班式 我一会查一下 我会在标题里跟大家分享 这种开班式 说明这个会要开好几天 这是一种宣战 这是习近平在21号这天 向人 以共产党的名义 向正常的人类社会宣战 宣战 这是宣战的概念 根本不是什么这个 根本都不是 他整体强调的是政治安全 是中共政权的保卫战 中共政权的保卫战 作为应警 只能叫应警了 跟大家分享这句话 大丈夫处事 论是非不论祸福 论是非不论祸福 那这个话呢 其实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去讲 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去讲 祸与福 是自己的利益的得失 对不对 丢失的任何东西 乃至丢命 都是祸 祸得的任何东西 乃至多吃的人一口粥 那都叫福 所以祸福在这里面 是自我占有 自我占有 自我获取 自我得到 那不同的人 自我的表现 是完全不同的 自我的表现 完全不同的 而大丈夫做事 论是非 这里的是非 乃天意 对吧 乃天意 天让我做什么 我不会把自己的恩怨得失 拗其天意而行 顺天意怎么做周成 逆天意怎么做都不成 是顺天意 非 极端自我的利益占有 所以大丈夫做事 论是非 不论祸福 应景的说这句话 刚才习近平的整个那一段话 讲的 只论祸福 不管是非 只论祸福 不管是非 对不对 确保我国的政治安全 确保共产党的安全 那杀掉所有中国人 也要保我共产党的安全 就是这个意思 那党的安全高于一切 而不是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 与天地同在 犯大忌讳 犯大毛病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 还有勿容置疑的 这句话很简单 这是维禄业话中 很著名的 被人们推崇的一句话 因为 他唯一在 唯一的差距 就是在理解上 什么叫对错 什么叫祸福 只有这一点 对不对 我在节目中也讲过 生命讲善恶 不讲对错 那朋友说了 那涛哥你这话对上了 不对了 对不对 其实这里面 维禄业话这句话里面 讲的讲是非 讲是非 是讲的顺 就是善 恶 就是非 对吧 这里的非 就是人讲祸福 整个都叫非 讲自己的祸福 都是非 都是错的 因为 他的生命基点 是要牺牲掉其他所有的人 与自己无关 与自己的团体 个体 群落无关的 所有的人 乃至他们的生命 来确保 我的利益战 习近平讲的那话 就在这 就在这 所以也就对称 在此之前 在反腐的过程中 他所做的 他的概念 虽然他为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活命 可是呢 他的客观 却促成了顺天意 他怎么做 都是可以的 而今天 他却完完全走到了 逆天意之道 因为他获得了所有的权利 他没有任何来 谈不上任何其他的威胁 他的威胁 是在他的逆天意而为之中 出现的整体对他的威胁 而他却凝聚了 他身上却凝聚了 共产党的从里到外的 全部的形象 跟他的实质 所以他的 他的客观结果 促成了人们 在他身上 在他的言论上 言语上 在他的所作所为上 看到了共产党 必亡 这天意 朋友们 如果朋友们觉得 这期节目讲的很有趣 因为这是很坑劫的 那就请石刀喝杯咖啡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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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